26.跨星级合作在应对外星一计机制激活所带来的挑战过程中,地球和水星基地之间的紧密合作成为了成功的关键。 这种跨星级的合作不仅展示了人类在太空探索中的团结,也标志着人类在面对未知挑战时的协作和智慧,建立有效的通信链路由于水星与地球之间的巨大距离。 建立有效的通信链路是合作的首要任务,奥利维亚和他的团队在基地内部维护和优化了通信系统,确保了与地球之间稳定且高效的数据传输。 同时,地球上的控制中心也升级了他们的接收设备,以处理来自水星的大量数据。 共享数据和资源在面对外星机制的挑战时,双方共享了关键的数据和资源,水星基地将从一计机制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发送回地球,供地球上的科学家进行分析和研究。 同时,地球上的专家团队提供了他们的知识,研究成果和技术支持,协助解决一计机制的谜团。 协同解决方案在艾瑞斯的帮助下,水星基地和地球上的研究团队共同开发了解决方案,这包括了对机制的关闭计划,应急预案以及长期监测机制。 双方通过视频会议和实时数据共享密切合作,确保了方案的实施时协调一致,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交流。 在这次合作中,双方进行了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交流。 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分享了他们在能源、材料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,帮助水星基地提高了对一技机制的理解和处理能力。 同时,水星基地的独特经验也反馈给地球,为未来的太空探索任务,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和启示。 文化和心理支持除了技术合作外,地球与水星基地之间的合作,还包括文化和心理支持。 面对遥远的太空生活和未知的挑战,宇航员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 通过定期的视频通话,心理辅导和文化活动的组织,地球上的团队帮助基地成员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。 这种跨星际的合作,不仅是技术和知识共享的典范,也是人类文明在太空探索道路上团结协作的象征。 通过共同应对外星一技机制带来的挑战,人类在跨星际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,为未来的太空探索树立了新的标杆。